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一下 NB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底层这一课程 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一下 是ActiveManagerService 是怎么一步步对应到我们的应义程序的 先找到ActiveManagerService 再找一下它的Attack Application Attack Application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代用了Attack Application Relocated 我们再转到这里看一下 ActivityManagerService这个代码 其实是相对来说 不适合拿来我们去学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看它的代码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可能看了几十行 才找到了那一两行 我们学所需要理解的代码 这个在我们初学的时候呢 对我们是很不利的 这里呢 我们就不去过多的一行一行去看了 就结合着这个代码吧 然后去点一下 看看是不是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那篇文章 所接种出来的那样 专门下它介绍 我们看一下Attack Application Relocated 这里呢 我们又註意一下 这个地方它是导致用了 这个凰数 最多导致的 对图示 为什么作用呢 就是找到我们要Attach的有程序 application的一个记录 怎么找到呢 通过这个pid 也就是通过传任这个pid 然后把这个application的记录给找出来 然后拨到这个 APP这个变量 APP变量呢就是一个press size 一块的这个类型的进程记录 从名字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它记录的是一个进程 然后 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用了app我们刚才找到的 这个应用程序的进程的一个记录 就用了它里面的make active 然后传进去了thread这个变量 这个地方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thread 复给APP这个process record这个类型的对象里面的成员变量 也就是这里 我们刚才讲到了 给APP对象内部的其他相应变量复制 比如appsled等于sled 好我们继续 再往下走呢 我们再可以找到 诶 这里有ban的application 这个ban的application呢 刚才我们那篇文章里面也知道了 呃 它并不是去真正啊 把activity给推行起来 而是仅仅加载相应 那个activity所在的 application里面的application 这个类 真正启动activity呢 是在一个realstartapplication lapid的函数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找一下 继续往下找呢 我们发现那个这里 这个attachapplication 里面没有去使用 realstartapplication lapid 但是呢 我们可以找到有一个attach slick superweight 他的 他的 他的attachapplication 也要贴了 这里呢 还有一个 调用了my service 他的attachapplication 这个呢 my service呢 对应的是一个activity service 用手闻 activity service 是对应的一个service 这个用程序的组件 很想呢 这个不太可能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这个呢 好 快点过去 先吧 我们还是先换一下我们的uml 去的图 省得等一下我们就给搞 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好 给我看 收起来 我们的AMS 也就是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刚才说了 它调用了一个 它是调用到了my stack superweight 这个呢 它是一个activity stack superweight 然后找个价格 我们觉得这里是好 的 Yi 我现在便携到 它现在是参与的 这就一样 我现在看一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好 这个ApplicationLocky的呢 是 好 我们就接下来继续看一下 这个AttutyStackSweaveWithTheEnd AttachmentLocky 好 在它的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了 来这个WellStartActivityLocky的 这个我们只要找到真正的启动一个Activity 我们先确定一下 它还是在这个函数里面 好 我们再来换一下 就用了自身的一个函数 WellStartActivityLocky 那在这函数里面呢 我们继续找一下 我们要理解的那两号代码 我们就直接找到 好 在这里 它调用了一个ScheduleLunchActivity 这个ScheduleLunchActivity是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APP APP对应的是一个进程的一个记录 进程记录里面的Sweave 我们刚才又讲到这个APP里面的这个ScheduleLunch 是在哪里复制的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AquityManagerService 我们还记得通过调用APP的MakeActive 把这个Schedule传进去 然后给APP里面的ScheduleLunch 复制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Schedule 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对象呢 我们可以找到 这个ScheduleLunch 是在调用AttachPlayFaceLunch 的时候做一个参数传进来的 那我们继续再往上找 好 那我们发现 AttachApplicationLunch的ScheduleLunch 也是作为一个参数传进来的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再看一下 这个AttachApplication是一个用的 右键 然后选择键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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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让Transact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这个AttachApplication 是在目标进程启动之后 它通过BandarIPC 然后调用到我们的AMS 告诉AMS 它已经启动了 然后我们可以去真正启动 Activity了 所以说呢 它还是通过Bandar调用过来的 那应该就是这个 那我们挑战过去看一下 这里呢 它把Thread给换了一个名度 用APP表示 这个呢 大家注意区分一下 我们刚才 在AMS那块所讲到的 那个编量的名度APP 那个是对应的一个进程的一个记录 这块呢 这个APP是对应的 刚才所讲 我们所讲的一个Thread 那个编量 好 看一下这个编量它是怎么过去的 是通过APP Application SuiteNitio里面的AddInterface 好 贴转到AddInterface看一下 这个代码我们就很熟悉了 我们上节课也讲过 它的作用呢 主要就是看一下 先查询一下 本地有没有这个东西 如果有的话呢 就直接给它返回了 如果没有呢 就再用一个出来 好 它用了一个什么对象 类型的对象呢 也就是Application Thread Proxy 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我们在 ActivityStack Supervisor里面的 WellStartActivityLocked 去启动 MQ的时候 它是 调用的 App App Thread 里面的 Schedule Launch Activity 而 App Thread 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对象呢 就是一个 刚才我们所看到 Application Thread Proxy 好 我们 再画一下 好 那我们就知道了 要用了 Application Threader Proxy 好的 你就用过来 这儿用的是什么呢 然后用了 Schedule Launch Act 看到这个Application Thread Proxy 相信我们大家已经经过上节课的讲解 都会很熟悉了 这个我们就能知道 它是一个班的经纪连通讯的代理 那班的经纪连通讯代理呢 根据我们上节课 它就会通过班的 然后再用到相应的Native 关的一个 好吗 先付这下 与代理最应的呢 就是Native和Native实践 这个呢 还记得是怎么掉过来的吗 要用我们的Trasect Trasect通过Bandre 今天通讯这个机制 然后又调用了一个 Untrase 调用到我们的一个Native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呢 好 我们去看一下 PublicationSide Proxy里面的 Schedule Length Activity 找到我们的 ApplicationSide Proxy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对Data 这个数据的一个档包 然后最终呢 通过调用MyRemote的Trasect 传递了一个这个Schedule Length Activity Trasecting 这个编码 好 是看到了 是调用我们的Trasect 那我们也讲到了 最终呢 它会根据我们这个编码 调用到 这里 我们对应的 ApplicationSide Native里面的 Untrase 是怎么过来的呢 是通过我们的Band 进行间通讯机制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刚才所猜测的过程呢 首先 ApplicationSide Proxy里面的Schedule Length Activity 可以通过Trasect 对应我们Bandard的Trasect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Bandard 进行间通讯机制 最终对应到ApplicationSide Native里面的Untrase 那我们再看一下Untrase 里面 又是怎么对应的呢 好 这里 同样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它是对应了一个Schedule Length Activity 这个 是在哪里实现的呢 同样的 找一下 最终由哪个类继承了我们的ApplicationSide的Metion呢 我们在代码里搜一下 最终我们会找到 在我们的 就这Thread里面 有一个内部类 ApplicationSide 它是继承了我们的ApplicationSide的Metion 那很显然 刚刚在这里 我们所 调用的Schedule Length Activity 最终也就调到了 这个ApplicationThread 这个类里面的Schedule 看到这里面的确 是有一个 键的一个函数 好 我们再画一下 好 这是最终 进入到了 在KC的里面的 Schedule Length Activ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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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类里面的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 从AMS 从AMS 就是K型 应用进程 这块 但是呢 我们讲到 我们的AMS 会把我们的Activity 给运行起来 同时会对应到我们 应用程序里面的 Uncredata 这些生命周期 可购的函数 我们就继续 看一下 它是怎么对应到 我们的 应用程序里面呢 好 我们继续 通通一下 这个Schedule Length Activity 我们看到最后 这里都用了一个Schedule Message 然后发送了这样一个Message Length Activity 这种类型的Message OK 那我们接下来 先回顾一下 这个过程 这个呢 是我们在看代码时候 画的一张序列图 来表示 它这个一个 就用的流程 我们再看一下 首先 AMS 也就是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我们的系统服务 它里面的 Attach Application 通过对用Activity Stack Supervisor里面的Attach Application Locked 然后 在 这个里面呢 它又掉了自身的一个Real Start Activity Locked 来真正的把我们的Activity给启动下来 在Real Start Activity Locked呢 它又掉了Application Thread Proxy里面的Schedule Launch Activity 这个Schedule Launch Activity呢 又掉了用到Banner的Transact 最终 通过Banner 跨境层 投讯这个机制 再用到Application Thread Native里面的UnTransact 在 这个UnTransact里面呢 又掉了用到Schedule Launch Activity 最终 掉用到Application Thread 这个呢 已经到了我们的 运用程序 这一端了 就是运用程序这一端了 那我们从这个 区别图 这个第二个章 我们可以看到 这块呢 属于我们的Schedule Server系统服务这一端 这个呢 属于我们的应用进程一端 中间 还是我们的Banner 快进程通信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就知道了 从系统服务 交通到我们的应用进程这一端 同样也是通过Banner 这个快进程通信机制 来实现了 好 那我们就知道了 从MS是怎么掉到Application Thread 这块了 但是呢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在这个Application Thread里面的Schedule Launch Activity 仅仅是通过Send Message发送了一个消息 还没有最终 带用到我们自己写的应用程序里面的 Unclimate Unstart 这些 信用东西扣备函数 那 它又是怎么去 带用到我们的应用程序里面的 这些信用东西扣备函数呢 那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跟踪一下 这一节课先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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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